doo 應該蠻多的觀眾朋友們都知道 我最近養了一隻小奶貓 叫 那麼呢 引接牠的時候 牠一個度月大的 那那時因為我是一個新手媽媽 又怕說拿著手機錄影記錄那一切 會讓自己太手忙腳亂 所以我想說好那迎接她的影片我先不拍 然後花比較多的時間陪伴她 因為畢竟她是換了一個新環境到我家嘛 而且一個多月大她一定會想到怕生 我一開始也蠻緊張的 那她來到我房間的時候她只有稍微先躲起來一下 大概一兩個小時之後她就開始探索我的房間 再來是會在我的腿上睡覺 所以對我來說虎胎真的是天使小貓 她適應的非常快速而且非常的良好 而且很接納我也很接納我哥 然後再來還有一件我覺得非常開心的事情 就是她會認貓殺 我原本想說完蛋了 我都不知道怎麼教人類小孩上廁所 我現在要教的是小貓上廁所 好險呢虎胎她會認貓殺 然後很快就會在貓殺上廁所 雖然剝殺技術有點糟啦 不過現在三個月大了 她現在剝殺有越不越好的跡象了 那麼因為沒有拍到她的迎接影片嘛 所以我想說那三個月大了 我差不多要帶她去打預防針 那是不是可以把預防針的影片紀錄下來 我覺得這會是我跟虎胎之間的一個很大很大的回憶 而且以後的話等她變成成貓了 我也可以回顧一下這支影片 然後看看 哇還是小貓時候的她 我一定會覺得充滿回憶 就是滿滿滿滿滿的母愛的感覺 我就 非常想要把她記錄下來 算是一點點的小私心啊 然後也跟大家分享 那現在呢我們就去看看虎胎在哪裡 然後把她放到外出籠吧 已經拿好外出籠了 欸照照看虎胎在哪裡 欸欸欸欸小貓咪 小貓咪你這麼快就出現了 來 我們要去打預防針 小貓咪啊 小貓咪 嗯很棒 直接自己走進去了 耐心喔小貓咪 小貓咪 來我們要去打預防針了 好小貓咪 我們去打預防針 沒事的 你一定要打 啊我們回來再吃罐罐 好不好 回來再講小你吃罐罐 好嗎小貓咪 小貓咪啊 太好了你沒有不喜歡待在裡面 蛤 那我們要出門囉 現在已經準備好要帶小貓咪去打預防針咯 小貓咪沒事的 很快很快就會好的小貓咪知道嗎 小貓咪叫了一整趟 小貓咪你還好嗎 還可以嗎 還OK齁 好啦我們到醫院附近了齁 好啦 好 知道了 旁邊有小奶貓在叫 不太很好奇 你小時候也是這樣叫啊 我們要再等一下 我們已經門診報到了 等等說會不會太打預防針 結果要幫醫生輔的關係 我沒辦法拍到剛剛檢查的過程 現在五輔探的話 1.42公斤左右 1.42公斤左右 現在的話 那個三合一已經打完了 火帶啦 火帶你又開始跳了 不過中間畫面都沒辦法拍 是因為 艾亞失策 因為 我也要幫忙醫生一起抓火帶 然後又想 因為我原本 腦袋中的想法是 會有其他人幫醫生抓 那我在旁邊可以 當個 當個 新手媽媽 幫他紀錄就好 結果沒有拍到任何中間的過程 因為虎太其實他 很緊張 雖然說他之前有因為腸胃眼去看過醫生 但是他還是 我覺得任何的動物應該都不太喜歡看醫生啦 所以虎太也是 所以他就一直亂動一直亂動一直亂動 然後事情很想去探險 趕快離開那個 檢查桌 然後他也是 一直叫一直叫 很想趕快回家 然後指教的話 我也請醫生幫我見了 啊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要陪虎太三個小時 檢查一下虎太這三個小時 有沒有過敏症狀 就是臉有沒有腫得跟豬頭一樣大 如果沒有的話就可以放心 不過他這幾天 可能 三天左右 食慾啊 活動力可能都會下降啦 所以就 頻繁的觀察一下啦 虎太你是好棒的小貓咪 虎太是不是好棒的小貓咪 是不是 你是不是很棒的小貓咪 那麼 怎麼感覺 好像看起來不太快樂 回到家了 虎太你還好嗎 欸欸 對 接下來要三個小時 密切觀察 小貓有沒有腫得跟 豬頭一樣 啊你這樣很感動 啊然後打一秒的時候 是打他的左小腿 然後醫生說左小腿會腫一小塊 然後就是適時的幫他揉一揉就好了 現在就沒什麼問題 好 好了 那等等弄罐頭給你吃囉 我在 你在 要不要雞罐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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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弄罐罐 弄罐罐 給你吃 要弄罐罐 誰 誰家的小貓咪想要吃罐罐喔 是你想要吃罐罐喔 誰家很棒的小貓咪要吃罐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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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太好了 好抱怨 我們來看看你的洗量有沒有變小 好走 不再走 來 來 好爽的 有罐罐吃 因為 你太小狗貝了 今天打預防針 雖然你一直亂動 可是你還是打完了 你很棒 給予家獎 所以可以吃罐罐 然後再享用吧 胡太的獎勵罐罐也給他吃了 然後吃完之後他也有洗點 然後差不多應該會休息一下 因為畢竟外出到醫院 台幣防針 對小貓咪來說是非常耗體力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已經吃完再稍微睡覺了 那就不去打擾他 讓他好好休息一下 然後這段時間 我會稍微觀察一下 他有沒有過敏的症狀 如果有的話 要馬上送醫院了 那希望就是 過敏症狀不要有 然後 醫生所謂的 打了預防針可能 活動力會降低 食慾降低 這些事情也可以趕快度過 因為我希望他可以 是一隻健健康康快快樂樂的長大的小貓咪啦 好啦那今天的經歷呢 我覺得有點小失策 因為為了要抓虎太 所以沒辦法把整個過程拍給大家看 因為我覺得虎太掙扎 跟虎太想要探索醫院的那個 那個行為我覺得很可愛啦 所以沒辦法分享給大家 我覺得好可惜喔 下次的話再看看要不要帶個腳架 或者是親我家人跟我一起帶虎太去看醫院 這樣我們就要完整的可以記錄下來 好的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了 然後也希望大家可以 祝福我們家虎太小貓咪 可以順順順順長大了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就下一次影片再見囉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可以點一下喜歡 可以按下分享 然後訂閱的話不要忘記囉 那我們下次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